我李逍遥要做天下第一大侠 我要出强扶弱 我要民流气使 我是救世大英雄 年少成名吞咽苦水和赞美 历经艰险 涅槃重生 长成如今正好模样 大家好 我是沈帆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 是一位在中国影视圈里 少数可以担当的其演员 成二字的明星之一 胡歌 1982年9月20日 胡歌出生于上海 一个普通工薪阶层家庭 本来应该与大多数孩子 别无二致的童年 却因为太过绵点害羞 被父母送去艺术团的选拔现场 想要借此锻领他的胆破 这个名为小银星的艺术团 招收过的不少孩子 都成为如今大火的演员 歌手和主持人 比如陆毅 黄胜一 冯绍峰 延华等 当年都是小银星的成员 作为有着响亮招牌的艺术团 小银星当年选拔时场面 空前热闹 上海三万多的孩子前去报名 最终却只入取了六十几个 其中就包括胡歌 其实在一群极力表现着自己的孩子里 胡歌显得格外安静且害羞 甚至于初世负世中 都一直用哭声逃避现实 但是老师仍旧选中了与众不同的他 这个举动 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胡歌的人生 之后 胡歌几乎在艺术团中度过了童年的大多数时光 直到小学毕业 这个字又被父母认为是内向害羞的孩子 确实因为这段艺术团的经历而改变不少 在十四岁那一年 已经有了艺术团经验的胡歌再次通过选拔 成为上海教育电视台阳光少年的中学生主持人 他从此与演艺两次正式结缘 其实自小学时 胡歌就开始参与拍摄MV 譬如正大综艺的片尾曲爱的奉献 他后来一直不间断有人邀约他拍摄广告 主持节目 同时 胡歌并没有放弃学业 在进入上海重点中学十二后 他在忙碌的拍摄间隙里也不忘学习 成绩一直维持在班里前五左右 还兼任学校里的文艺部长及广播台台长 他将生活与兴趣平衡 而命运也指引着舞台上的美光灯朝他的方向打来 实际上 胡歌原本的理想职业是一名导演 高考时 他是中系导演专业的文考全国第二 就在中系为他寄来录取通知书的那几天里 父母告诉他上戏也在招生 不妨一试 父母的提议里有现实的口味在 胡歌的家庭本身并不富裕 母亲身体也不好 他们虽然没有职业 但心里希望孩子可以留在熟悉的上海生活 就在胡歌犹豫理想与现实的时候 上戏的领导习才亲自找到他谈话 言语间透露出希望他可以选择上戏的表演戏 还拿出胡歌崇拜的导演江文做例子 说好的导演也是一名好演员 结果不言而喻 现实和理想暗自较劲的时候 我们往往选择了最稳妥的那个选项 去闯到陌生的北京 还是留在熟悉的上海 去挑战毫无经验的导演专业 还是继续早就有多年经验的演员生涯 胡歌的答案不言而喻 他在后来的采访时坦言 自己在做大事时决定很突然 面对小事又会深思熟虑 有着多年丰富演艺经验的胡歌 也确实没有让当初那位 管留他的上戏领导失望 他个子高 声音条件好 长相也是万里挑一 似乎就是在为演员两个字量身打造 在同学们还在为未来的生活迷茫的大一 胡歌早早签约了唐人 在同学们奔波在各个剧组 寻找一个机会的大二 胡歌出演了电视剧蒲公英的男一号 而大三 还没有什么名气的胡歌 在横店被导演看中 挑起了仙侠剧 《仙剑七侠传》的主角李逍遥的重担 那时没有人看好信任胡歌 甚至可以说游戏迷是马生一片 然而在巨大的压力之下 年轻气盛的胡歌 还是将李逍遥一角演出了自己的风采 也将这部剧 永远地留在了仙侠美心中 他那时正好是意气风发的年纪 眼神里还有着学校里的少年气 没有被俗世挫抖过的勇敢 满身散漫又认真的气质 和剧里的李逍遥本就有八分相似 后来还有不少剧粉庆幸 当初导演选择了毫无名气的胡歌 我们无可否认 有经验的演员或许可以演技更为自然 但是胡歌与李逍遥相同的气质 是无法通过演技去弥补的 《仙剑一》让胡歌迅速积累了名声和大量粉丝 越来越多的剧组来找这个潜力无限的男孩 让他很担任主角 仅仅是之后一年多的时间 上时在校学生的胡歌就接连出演了 《星聊斋志异》《天外飞仙》 以及《别爱我》等电视剧 《天外飞仙》里胡歌饰演的董勇 是个被人叫做地瓜的孝顺书生 虽然同样是个看着吵吵闹闹 达着爱情旗号的线侠剧 地瓜却与李逍遥的性格大相径庭 也让观众看到了胡歌作为演员更多的可能性 他也因此捧毁了不少奖杯 比如内地最受欢迎男演员 和内地最具潜质新人奖 在那个近乎被好运和努力填满的一年多时间里 命运的馈赠来得太慷慨太迅速 名气和赞本身几乎要淹没他 前都坦荡一片光明 似乎都是在为年轻时候的胡歌做注视 只是悲剧降临时毫无预兆 那场车祸发生在13年前 胡歌刚好在拍摄《射调英雄传》 谁也没有想到 他和助手兼好友张勉沉坐的汽车 在护航高速的嘉兴路段遭遇到追尾事故 之后身旁的助手经过抢救还是不幸一事 而胡歌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他在那个瞬间失去了知觉 右眼也几近失明 颈部的大动脉也只差一毫米就要被戳破 换句话说 死亡近在咫尺 和他擦肩而过 从满眼辉煌 落入暗无天日的自责和悲痛 有时候是几秒钟的事情 车祸后的四天里 胡歌连续做了两场手术 脸上缝了一百多针 没有经历过冰冷的手术床 就也不会知道和死亡赛跑时的喘息声有多重 万幸的是 胡歌保住了性命 只是同时 他也失去了从前作为演员胡歌的样貌 车祸为他留下的是脸上的刀疤 是每个夜晚的辗转反侧 得知失去好友时的自责 面对暗淡前途的惶恐 而不仅仅是那个瞬间身体上的疼痛 他开始自助求医 在不同的医院之间往返 忍受手术时的疼痛 伤口 让他连躺在床上时 也不得安睡 我们无法揣摩他当时的痛苦 人类的悲欢归根到底并不相同 只能通过之后的节目 窥探些许那时胡歌的境遇 2018年的朗读者节目上 胡歌终于说自己放下了 当他面对台下的观众时 面对着特写镜头时 都露出了坦然的神情 尽管车祸和手术 为他留下的伤痕还在 但是他心底的逃避态度 应该已经见不到踪迹了 其实当初 在手术刚结束的那段时间里 他几乎用一个单薄的造型 去应对所有的拍摄 就是用长长的刘海 将他那道伤口掩饰的 见不到踪影 也将曾经的胡歌藏在了背后 哪怕是和朋友讲话 他也不自觉地 将恢复的稍好些的左脸对着他们 甚至于当初为了等胡歌归组 整整停工了一年多的射雕英雄传 也特意为了胡歌 将灯光几乎达到完美 所有人 包括他自己 都在有意无意地逃避着现实 诚如胡歌自己所说 他选择继续拍摄射雕 是因为心中对剧组的一份责任 当然 他也想看看自己是否 还适合继续做一名演员 而尝试的后果 就是剧组为他专门打造的灯光和角度 是所有人为了配合他的进度 而缓慢拍摄 这样煎熬的拍摄持续了几个月之多 直到导演最后喊了一句 胡歌杀情 那时的胡歌 已经以为射雕 会是自己作为演员的最后一部剧 听到导演的话后 突然沿着海滩跑了起来 全剧组的人都在身后追着他 开始热闹搞笑的场景背后 是胡歌压抑不住自己的悲伤 流下了眼泪 他后来说 所有的委屈 迷茫 失望 孤独 在那一刻就释放了出来 之后拍摄的《仙剑三里》 那个名为景天的永安当铺小伙计 虽然也是每天闹着笑着 将人生当作是玩一样在过 但是只有演员胡歌自己知道 角色是角色 他却再也成不了那个 坦然乐观 没心没肺的景天了 庆幸的是 在悲伤伴随着他的时候 理智也在提醒他作为演员的职责 他自懵懂之时 就和镜头解下缘分 如今难道真的要因为一场飞来狠祸 放弃自己热爱并奋斗的事业吗 胡歌开始觉得 自己逃避的行为和心态是病态的 作为一个演员 对于自己的样貌 没有什么好遮遮掩掩掩的 弹露出自己所有的情绪 展示出自己自然的演技 才应该是真正的演员 应该具有的素质 朗读者节目上胡歌说 后来觉得拍摄时 连上的刘海和故意挑拳的角度 是对自己的一种羞辱 虽然胡歌现在说起来 轻松为了调侃的语气 但是对于当时的他 是带着破茧成蝶的勇气 才能够做到的坦然 2010年的电视剧神话 让尚处于情绪低谷的胡歌 找回了作为一名演员的价值 这部古装剧讲述了 男主易小川穿越到过去 面对历史齿轮行进的残酷 和面对爱人离去时的无奈 剧中温柔体贴的女主素素 在前八集就不幸离世 当当年不少观众 称自己的神话只有八集 足可见当年电视剧的火爆 而胡歌饰演的易小川 在结尾时一段深思历劫的哭戏 也让我们看到了他 一直在进步的演技 神话在开播时 就展过了3.13%的高收视率 之后单集收视率更是超过了4% 获得了2010年的年度收视冠军 而胡歌也因为这部剧 获得了传奇类题材 最佳男演员奖 胡歌这个名字比之以往 获得了更多的关注 他再次成为了 无数个少女嘴里的男神 成了圈子里后辈们学习的榜样 成了哪怕路人提起 也觉得敬佩的演员胡歌 但是只有他自己知道 虽然凭着热爱和信念 做回了演员胡歌 之后的很多年里 他还是不敢直面自己心里的痛苦 以及那个车祸时离世的朋友 胡歌嘴里的朋友张勉 是个乐观的姑娘 车祸之前 他为了让胡歌做得舒服一点 和他调换了规之 而车祸时 张勉还请紧护住了胡歌 这个善良的姑娘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还选择了勇敢的保护朋友 她的举动 很大程度上是胡歌幸存的理由 也成了之后的日夜里 胡歌自责不已的缘由所在 生与死的命题 就这样一直在胡歌的脑海里 萦绕着 2013年 赖深川导演 邀请胡歌出演话剧 《如梦之梦》里的五号病人 这个围绕着生与死 往复循环的舞台剧 讲述了一个身患绝症 无法治愈的病人 在医生的诱导下 缓缓讲述出自己 在不同时空空间里 发生的离奇故事 胡歌曾想问赖导 是否因为自己有过车祸的经历 遭遇过生死的考问 才会邀请他参演 这个问题他终究没有问出口 但是答案已经不重要 又或者 胡歌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 他开始在话剧舞台上 不断地打破过去的自己 尝试新的角色 新的人生 而他的低调付出 实现了演员胡歌 屏幕前的高调演技 2016年 胡歌在狼牙榜里 饰演病弱 却多致的没长苏 他原本是金凌晨 最受瞩目 也最遭忌妒的少帅林舒 家世和样貌 才华和运气 他一样不缺 一朝风云变动 父母惨遭狠阔 战友死于眼前 梅林一场大火 烧尽了少年林舒的骄傲 他亲眼看着命运 将他所有的光芒揉碎 只剩把灰烬 从此 林舒藏于梅林 世间只剩为场所 他忍痛改头换面 对于过去的好友亲人 只字不提自己的真实身份 不敢相认 只为了那个遥远的复仇之日 为了找出朝野 寒根错节的另一面 他隐忍且坚定 多谋且善良 虽身处黑暗 却兴望光明 梅长苏刚出场时 白衣吹着笛子 自一片雾气中 沉重缓缓来 已是惊艳 他后来缠绵病塌 却还是痛心于朝中 无人可用 硬撑着一口气 带病赶往战场 平定了一场战乱 付出的 却是他自己的生命 他筹划了13年的阴谋阳谋 到了结局 还是用最善良的方式 回报了这黑暗的人事 梅长苏曾说 我这双手 也是挽过大功 想过的野马 到现在 却也只能在这阴鬼地狱 搅动风云罢了 话里话外 一片凄凉 何尝不像是虎哥 曾经有过镜头前年少 不知仇的幸运和辉煌 后来 却因为一场飞来横祸 陷入低谷 幸好 他未曾坠落 更深的情绪低潮 他继续寻找着人生的意义 也成就了另一个 崭新的自我 导演曾经在节目里说 当初找了教主和虎哥来试镜 但是虎哥穿上 梅长苏的衣服后 立刻就拍板了虎哥来演 其实不光是扮相 这个抛去架工设定 几乎和虎哥人生 几番相似的故事 好像除去他来演 也实在找不到 另一个被选了 电视剧播出后 不管在哪个平台 搜索关键词 比如 虎哥在狼牙榜中的演技 就可以看到 很多人都在调侃 看了剧以后 一直很担心 虎哥的身体怎么样 足可见 那些消失在大众视野的日子里 胡跃在话剧舞台上的虎哥 演技日益津静 狼牙榜的热播 和虎哥在剧中出色的表现 让他的人气再次极度上升 虎哥也因此 荣获第二十二届 白玉兰奖的最佳男主角 也是该奖项 第一位80后师弟 站在领奖台上的胡哥 看得出当年李逍遥的影子 他曾是高声喊着大侠梦 嘻嘻哈哈的李逍遥 如今 更是藏于梅岭的林叔 沿着海滩边跑 边放声大夫的郭靖 是前脚踏近身 后脚跌入死的五号病人 06年是我的本命年 今年是18年了 刚好是一个小小的容易吧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 这12年我过得很好 因为我的事业有了明显的上升 然后也挣了更多的钱 也获得了更多的名 可是我自己觉得 这应该不是我 获下一个意义 胡哥始终用最谦逊的态度 对待者来之不易的人生 在车祸发生后的那些年里 他写了一本名为 《幸福的时光者》的书 然后用卖数的钱 在云南照通盖了一所小学 校名里包括了好友张敏的名字 他没有用血淋淋的语言煽情 没有用逃避的态度 面对曾经的自己 他用最正常不过的语气 描述了自己的善心 却还是忍不住因为想起过去的好友 泪水慢慢打湿了他的眼眶 活下来的意义是什么 是他有情有义 有勇气有坚持 虽然做不成当初横冲直撞的李逍遥 但是胡哥认为自己是令狐冲 虽然现在被什么东西束缚了自由 但是总有一天 他会成为大致若鱼的郭靖 其实他一直是镜头外面 我们眼里值得骄傲的演员胡哥 屏幕里演出别人的人生 生活里也活出了自己的态度 当他得知 一名身患白血病的女生 被他饰演的没长缩所感动 伸出活下去的勇气时 他诚恳地私信对方 是否想看入梦之梦 可以为这名女生留票 还特意告诉对方 自己不是骗子 并且贴心地准备了三套票 以便女孩可以带着父母 一起欣赏话剧 之后女孩生日时 胡哥还特意送上祝福和礼物 其实不只是这名女孩 当初那场车祸时 为胡哥开车的司机 至今还在胡哥身边工作 因为胡哥知道 如果自己再不肯原谅司机 司机的人生也会走向不忘 他真诚且温柔 如当初被命运伤害过的善良 慷慨地回报着人世 所谓人生的意义 哪怕他谦逊地表示还在寻找 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他身上 无数闪光点 当时胡哥还在党读者的节目上 念了一段哈姆雷特里 最经典的台词 生存还是毁灭 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真正的伟大不是群举妄动 而是在荣誉遭遇危险的时候 即使为了一根道杆之威 也要慷慨力争 他已经为自己的人生做出了注释 定下了将来的目标 我们能够做的 只有近代他为我们带来一幕 又一幕精彩的表演 和值得不长的人生 我是神版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还请长按大拇指 来一波素质赛联吧 我们下期见了